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看这个第十页 苏叙 就是智者大师的叙 说福乐邦至于苦欲 这下面以下就是比较 比较 恶报苦乐 恶报就是两个果报 苦乐不一样 恶报苦乐 说福乐邦至于苦欲 金宝至于尼撒 极乐世界是黄金七宝 那么说福乐世界是尼撒 他欲之望花齿 这个母胎 如监狱 相对于莲花齿 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 是亲近的地方 极灵枝比穷树 极就是有刺的树木 这形容这个我们世界上的这些树木 只比穷树 极乐世界的树 都是白玉、美玉所成的 曾有心分构境 见良土之生成 行开善恶 读恶方之粗妙 那么这个讲恶因心形 前面讲的果是有苦乐 现在两种因 心形不一样 二因心形 曾有心分构境 就是因为心分构跟境 心构所以世界构 心境就国土境 那么就是因为心所成的 心分构境 见良土之生成 见到这个良土 有的是上升 有的是下沉 极乐世界就是上升 如果我们现在心清净 就到净土 我们就上升到净土了 如果心污秽 那么就到下沉 到六道轮回里面去 所以曾有心分构境 见良土之生成 所以由心 那么将来所到的世界 有上升 有下沉 行开善恶 独二方之出妙 那么这个行为 前面是讲心 现在讲行为上面 行为生口意 这个行为生业口业 那么有分善跟恶 善业跟恶业 善业就是我们说 敬业三福 孝养父母 奉世世长 等等 那么恶就是众生 沙道淫 望远其余两舍恶口 所以堵二方是出妙 因为他的行为不同 所以他才会看到 西方跟东方 他的出造跟伟妙不一样 这个是两个因 所以说二因心形 下面呢 欲 就是批欲 批欲呢 欲行端则影子 圆佐则流分 譬如呢 形体如果端正 它的影子也是直的 那形体如果弯曲 那影子也是弯曲 这是因果嘛 然后圆佐则流分 他的水源如果是混沌 他的下流呢 也当然是昏了 也是不轻啊 那么这个也是讲 批欲他的因果 就是因为心不一样 所以才分净土 慧土 因为行为不同 所以得到的果报 有粗糙的 有唯妙的 就是如同行端则影子 圆佐则流分 这比喻 故知欲生极乐国土必秀十六妙观 愿见弥陀世尊要行三种敬业 所以就是 前面既然是因果啦 那么极乐世界也有因果啦 现在是讲极乐世界的因果 所以故知欲生极乐国土必修十六妙观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就要修十六种妙观 愿见弥陀世尊要行三种敬业 敬业三辅 所以这个呢 妙观是相对于心 前面说心嘛 心有够敬 那现在修妙观 当然心是最敬的了 妙观 那么行呢 前面说行有善恶 现在呢 就要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就要行这个敬业啦 这也是前面相应的 那么就告诉我们净土它的心行 要生这种心 要生这种心就是要妙观 要做这种行就是敬业 然化音是见教戒原心 是以色王杀逆 为提爱情 大圣垂齿 趁机言法 然而呢 化音是见 化就是叫化 叫化 因为呢 是而见 是见 教戒原心 教戒原心 就是说 我们呢 这个叫法是借着因缘而兴起的 没有这个因缘不能生起 那么化音是见 就是说这个叫化呢 也是因为是 是就是我们身边的事项 或者是显现看到的事项 见呢 见就是这个字典里面说 见就是水慢慢流慢慢浸润 叫做见 我们说这个水慢慢的流慢慢的湿润 那么这个叫做见 那么见就是它的次第的啦 比如说 水源的水慢慢的流慢慢的流 这个叫做见 那么化音是见 就是我们的教化是因为事项上面慢慢的变 慢慢的演化 所以呢 教化是随着我们事项慢慢的去流入啦 或者是流出啦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讲教法的话 这个教法是法界等流证法 我们说 这个法界等流证法 就是佛呢 他所证的法界 那么流出这些教法 那么这个法流呢 就叫做见的意思啊 所以教化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事情耶 所以呢 佛才会流出这些教法 教界原心 那么这两句都是讲因缘啦 就是教也好 化也好 所以教跟化是两个是相对的 教是言教 比较偏向佛的语言 比较偏向佛的语言 化呢 是教他所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化倒众生 所以我们说教化、教化 如果两个字要把它拆开来 教就是语言 你的语言 是为了要化倒 所以就是教化 那么这两个教化都是讲佛啦 所以化倒的事情呢 是由佛的这个法流 这个等流正法流出来的 那么佛的言教也是借着因缘而生起的 这个是讲缘起的 是以色王杀逆 为提爱情 大圣垂齿趁其言法 所以我们这个《观无量寿佛经》 就是因为阿瑟四王 阿瑟四王他杀逆 他要杀父 亥母 逆罪 然后呢 因此呢 为提爱情 这个为提西夫人呢 为了要 因为他的逆子 要杀父亥母 所以为提西夫人非常的伤心 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武卓的世间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眷属 就像世尊女 为什么会有提普达多这种兄弟呢 对不对 提普达多也是释迦摩尼佛的堂弟啊 那么他就说 我们人啊 活在世间 为什么有这种不好的眷属 像释迦摩尼佛你的堂弟那么坏要害你 像我的儿子 这样子给他做国王了 他还不满足 还要害父母 害这个父王 害这个太夫人 已经做了国王了 他还不满足 好了 就算要做国王给他做好了 可是呢 连这个老父王也要害死 所以为提爱情就是说 希望我能够生到这个亲近的世界 我不让喜欢这种世界这么可恶 这么可怜 连亲人都会害你 那么 像韦提西夫人的儿子啊 亲人都会害他 所以大圣垂齿趁机演法 所以释迦摩尼佛啊 就垂以十倍啊 趁机来演说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 还有极乐世界的这些医报世界 这个是讲缘起啊 要欲向而流彩 显向尼佛啊 赢尼佛啊 赢尼佛啊 尚佛啊 尚佛啊 这些赢尼佛啊 赢尼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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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讲缘起 这里是讲佛开始为他说法啊 要欲向而流彩啊 啊 要就是日光照就是要啊 那么就是欲向就是我们呢 啊 白豪像啊 啊 我们说梅中白豪啊 那么这个叫做预像 那么这个就是在经文 我们看108页 因为如果只有看这个序 是不晓得它的意思 我们看后面的这个经文 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这个106页 这个讲这个缘起 我们念一遍 106页这个经 就是第二行 时尾提西见佛世尊 自觉应若举身头地 豪气向佛 尾提西妇人想要见佛 终于见到佛了 那么佛来她的面前 她自觉应若 她自己觉得自己应若庄严 见了佛也没什么庄严 但这个应若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自觉应若举身头地 豪气向佛 虽然贵为太夫人也没有什么用 白眼世尊 我素何罪生此二子 我素是到底是什么罪 生了这个儿子害我 世尊富有何等因缘 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 世尊你又是什么原因 跟你这个兄弟提婆达多 两个又成为眷属 我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脑处 我当往生 不乐严福提左二世也 希望世尊跟我说那个没有忧愁 没有老害的世界 我当往生 我要去那个世界了 不乐严福提左二世也 我不喜欢这个难严福提 我左二世 也就是说 世间是苦的 做到皇太后也是照样苦 所以世间没有乐 就像以前刘邦 刘邦虽然称霸天下 但是年老了 听说年老都在哭 为什么哭 哭两件事 第一个 他的政公叫做吕后 对不对 他最喜欢的叫做七夫人 还有七夫人也帮他生个儿子 这个算这个王子 那么他老的时候 知道年老历衰快要死掉 他就哭 为什么哭 第一个 他保不住他最喜欢的夫人 他也保不住那一个 他的小孩 他知道吕后一定会害他 如果他死了以后 吕后一定会害七夫人 果然吕后 等刘邦一死的时候 吕后就把七夫人 斩手斩脚 变成人棍 丢在粪坑里面 那么儿子也被他害死 那个儿子也被害死 所以做到皇帝也没有快乐 像这个韦提西夫人 做到这个太夫人 也没有快乐 所以我不喜欢在这个世界了 我要去无忧脑处 此着恶处地狱恶鬼畜生隐瞒 都不散去 这个地方有地狱恶鬼畜生 还有很多坏人 愿我未来不闻恶生 不见恶人 希望我将来不要听到这些恶的音声 我不要见到这些恶人 金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 我愿佛日 教我观与清静夜处 希望佛告诉我 我现在忏悔 再来呢 第108页 这个经 耳时世尊放眉间光 这时候世尊放眉间的摆好光 西光金色片照十方五亮世界 这个放光照世界 环柱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 这个眉间的光照十方世界之后 这个光又回来 停留在佛的头顶上面 化作一个金台 如须弥山 在佛的顶上 画一个金台 如须弥山 十方诸佛静妙国土皆于中限 十方诸佛为妙清静的世界都限 或有国土七宝合成 富有国土存世莲花 富有国土如自在天空 富有国土如玻璃境 十方国土皆于中限 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 言显可观 那么他想要到那个无忧恼的世界 那么佛就献世界给他看 他说希望佛教我 让我到这个清静的世界 所以佛就献那么多 无量诸佛国土 言显可观 都是很庄严的 很清晰的 让他看得很清楚 可观就是说 在伟提西夫人面前是很清楚的 不会说看不清楚 令伟提西见 使伟提西白佛言 我愿世尊是诸佛土 虽附清静皆有光明 我今乐身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 那么佛你献那么多世界 虽然都很清静也都很光明 但是我现在想要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地方 我愿世尊教我思维 教我振寿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缘起 我们翻回来第十一页 十一页第一行说 大圣垂齿乘机研法 那么释迦牟尼佛因为他的要求 所以就线下面 要欲向而流彩 耸真台而显锐 要欲向就是说 这个放眉间 这个摆好光 然后这个光照十方世界 所以叫做要欲向而流彩 这个光能够照十方世界 然后耸真台而显锐 就是说这个眉间光 又回到头顶 成为一个台 如须弥山 在佛的头顶 所以叫做耸真台 而显锐 就是在这个佛顶上面的 如须弥山的这个台上面 就献出十方世界 十方世界 所以叫做显锐 十方清净的世界 下面说 虽广是真欲而终归安阳 佛虽然为他广泛的视线 十方诸佛的净土 真欲就是七宝所成的世界 而终归安阳 而伟提西夫人他最终 只归 安阳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我现在愿生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 这是他的源起 所以也就是说 世尊 放光 献锐 献出十方清净的世界 佛图 那么伟提西夫人 自己选 让他自己选 佛没有告诉说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跟他这样讲 跟他说 这些这么多世界 你看你要去哪里 那他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说 是莫俗有缘 尊师妙观 那么也使我们这个莫法世俗 这些有缘的人 俗就是俗人 不是圣人 我们说我们是凡人 不是圣 就是莫法凡夫 叫做莫俗 就让我们莫法的凡夫 有缘的人 能够依照 这个妙观 那么就叫我思维 叫我郑寿 佛就开示他了 下面说 若日玄谷 用标颂响之方 大水结冰 石表流离之地 风吟宝夜 共天月 而同凡 波动金曲 将弃金而合响 那么先讲这个一报 说落日玄谷 用标颂响之方 第一个叫他修落日观 观西方 就问他说 你有看过太阳落日的样子吗 他说有 有看到 那你就观想西方 落日在那边 就好像一个谷 悬在那里 然后用标颂响之方 就是叫我们要 往西方的想 想要往西方 所以用标颂响之方 这个第一个落日观 大水结冰 石表流离之地 第二个在想 这个大地都是水 水上面都是结冰的 那么这样来观想 为了表示 我们观想 极乐世界流离为地 极乐世界流离为地 世界都是平的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有丘陵坑坎坑坑洞洞 那么怎么观想一个世界 都是平的呢 就想说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水 水就是平的嘛 如果你去看大海 大海都是平的 然后都结冰 那么极乐世界呢 就是像那样的流离地 风云宝叶供天月而同返 然后呢要想说这个宝树啊 七宝杭树 风吹的时候会吹出种种阴森 共天月而同返 那么就是说风吹宝树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天月 同时呢 返就是兴盛的意思 就是返 那么风吹宝月 杭树同时呢 就有这些天月 波动金渠将弃金而合响 那么极乐世界有这个八宫德水 有这个黄金的水渠 那么渠就是水道 那么有这个波在流动的时候呢 发出的蚕蚕的流水声呢 将弃金而合响 那么所流出的声音呢 就是苦空无常物 就是四圣地就是六度 就是波勒波罗密 那么都是跟经典一样的 流水声呢 就是跟经典一样 这是极乐世界的 所以极乐世界水流声呢 我们就可以听到四圣地十二音源 六度啊 或者是波勒波罗密 后面经典会讲 那么这是极乐世界的 然后我们要观 极乐世界这么好 观肉记而沾世者念好相而堵如来 那么我们观这个肉记 就是观世音菩萨 跟大四至菩萨 他们的肉记 一照后面说 观世音菩萨顶上的肉记 里面有一尊化佛 站着 站立的化佛 站着的化佛 那么大四至菩萨呢 顶上肉记呢 有一个宝瓶 有一个宝瓶 那么两个菩萨都是一样庄严 就是肉记不一样而已 一个是观世音菩萨顶上这里呢 肉记是一个站立的化佛 站立的阿弥陀佛 站着的不是坐着 有的佛像是画 那个是坐着 依照观经是说 他是站着 站着的阿弥陀佛 大四至菩萨呢 是一个宝瓶 所以观肉记而沾世者 世者就是两位大士 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所以叫做两位大邪士 念豪像而赌如来 那么观阿弥陀的 摆豪像而赌如来 这个都是属于十六观的里面 再来说 那么平常就这样子观 等到明目告终就闭上眼睛 要离开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上真台而高涌 真台依照后面就是说 上上品跟上中品 就是金刚台跟紫金台 这个叫做真台 那么就是上上跟上中品 就可以上连台了 而高涌 涌呢 就是涌跃向上 文成硬坏 做金连的化身 就像我们做这个硬的时候 那个蜡硬如果坏的时候 那个纹路就沉 以前的硬是蜡 是蜡硬 就像我们现在人在铸造的时候 以前铸造用什么做 里面的呢 就是用一个蜡 蜡放在里面 那么这个热铁灌进去 蜡就融化掉 蜡融化掉 这个铁 这个铸造就完成 所以叫做文成硬坏 所以叫做文成硬坏 就形容说 射身一死 极烈世界就成了啦 这个是讲说 我们射身一死 马上就往生极烈世界 做金连的化身 我们能够做这个金连化身 随三倍而恒结 月无苦而常悟 那么随着上倍 中倍下倍 能够恒结 恒结就是恒超生死 恒超三戒 那么经典里面说 恒超于这个五道 那么超过这个五道 月无苦而常悟 无苦就是五道 无苦就是五道 天人地域恶鬼畜生 就是恒解这个五道的痛苦 而常悟 悟就是奔驰的意思 常悟就是远远的离开了 远远的离开了 就是说 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五道 天人地域恶鬼畜生 远远的离开了 叫做悟就是奔驰 就是形容说 我们远远的离开 我们快马加鞭了 很快就走了 去西方级的世界 可谓唯行妙观 智道要素者哉 那么这可以说是 唯行妙观 唯妙的行法 那么不可思议的观法 唯行妙观 智道要素者哉 这是智道要素 智道就是佛道 我们要成佛 智道 最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 智道就是智道 比如说我们要成佛 是要究竟的 要成佛 那么要成佛的要素 就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方法 那么也是最容易的 这个叫做要素 所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就是成佛之道 就是成佛之道 就是要成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要成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都是不退转于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西方 这个观法呢 就是我们成佛之道 最重要的方法 方法 要素就是最重要的方法 这个法门 我们说我们做什么事 要素 没有这个方法的话 你就没办法做 所以这个就是讲成佛 所以如果依照这个净土的祖师 就是念佛是最快的成佛之道 念佛是最快最快的成佛之道 那么尤其是法普利心 这个来称念佛明 这是最快的成佛之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它是最直接的 像我们说五弦行愿品 这个华元经普贤菩萨说 如果要成就如来的功德 应当要修十大愿 就是说这个虚空可良 风可戏无能尽说佛功德 那么要成就佛功德 就要修十大愿 最后又说要成就十大愿 就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去极乐世界是最快的成佛之道 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 再来看注解 注解是这个世民大师他所抄 他说抄二世文 出世续三 出续经观义 出正名观行二 出续义 出对购力境二 出法二 出名二报古乐 这个是他的分科 这个是他的分科 下面就是说 抄续就是我们第八月这个抄续 第一段是先讲抄续 第二段现在要示文 就是要解释 观五亮社佛经书 他的文 所以他一就是抄续 就是第八月这个 第二就是示文 现在要开始解释了 现在要开始解释了 现在是属于第二段 抄续在前面讲过了 在第八月 再来现在第二就是要讲示文 再来出世续 那么世文里面又分第一跟第二 第一个是世续 就是解释这个书续 就是前面刚才那个续 第二个才是入文 入文就是先解释续 然后再解释智者大师的文 所以出世续 二是入文 入文就在后面 所以我们知道说 它分一跟二 第一个先解释续 然后再来出续经观义 再来世续 解释这个续文又分为三段 第一段叫做续经观义 就是解释这部经 它叫我们观照的意义 那么这样呢 后面还有二跟三 二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看 这个续文呢 就是有三段 这是第一段 再来呢 第二段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十八页 十八页这里 第二段 它说书续 此经新观为中十项为体 那么这部观经 是以新观为中 以十项为体 然后 这个超二 此经以下续经中体 这是第二段 前面呢 第一个是续经观义 第二个是续经中体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二十一页 这个超三 所言下呢续经题目 二十一页 第五行 超三 所言下呢续经题目 就是有三个 就是这里的第三段 所言佛说观无量受佛者 佛是所观圣境 举正报以收医果 续化主以包土重 所以就简称佛说观无量受佛 观虽十六 言佛变周 故云佛说观无量受佛 你说极乐世界当年有一报正报 现在讲正报 就可以包一报 那么以化主 就能够包这个土重 所以观虽呢有十六个 讲到佛呢全部都周背 都完全了 故云佛说观无量受佛经 所以就简称佛说观无量受佛 经者训法训常 由圣人经口 故言经也 然后超三所言下续经题目 这是第三个 好 我们翻回来 看 第十一页 这个超 超二是文 一是超序 然后初是序 二是入文 再来初序经观义 这有分三段 第一个叫序经观义 就是我们这部经 它应该要怎么观 第二个是序经中体 心观为中 实相为体 这后面讲 再来续经题目 这就是三段 在下面说出正名观行 那么下面就是怎么观呢 第一个是正名观行 那么 那有初就有二 二是截探观行 截探观行就是 就是这一行的旁边 月无苦而尝悟 然后可谓唯行妙观至道要素于 这个是截探观行 截探观行 就是说可谓唯行妙观至道要素者哉 这个是属于第二个截探观行 所以出正名观行二是截探观行 再来出叙悟 再来出叙悟 现在第一段就是解释它的意思 那么 再来出对垢利径 对垢利径 就是相对于污垢的苏博世界来建立极乐世界 然后出法二 出法 第二个欲 第二个就是欲 前面有说批欲 第一个是法 出名恶暴苦乐 那么现在讲到这里就讲恶暴 恶暴就是苏博世界跟其乐世界 它的苦乐 第一个是恶暴苦乐 第二个才是恶因心形 恶因心形 那么简单就把它标一下 因为它都是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 那么就要在后面找第二段 下面说 欲论观行先是恶暴苦乐之相 如果要叫我们观行极乐世界的话 就先要开示我们 两个世界它果报 有苦乐不同之相 文有四句 文章有四句 就是这个书里面有四句 一一皆论敬会相对 每一句每一句都是敬会相对 然后初句就写一 第一个有四句相对 第一个初句以所成国土苦乐相对 他们所成就的世界呢 它是苦乐相对 安养敬果但受诸乐顾名乐邦 所以叫做乐邦 勘仁会土多受众苦亦言苦欲 勘仁叫做说婆 说婆就是勘仁 我们这个世界叫做说婆 这是泛语 那么它的意义叫做勘仁 那么是属于会土 多受众苦亦言苦欲 所以第一句说服务乐邦之于苦欲 这个就是讲它的果报相对 再来次句以能成物体贵贱相对 金宝之于泥沙 这是第二句 金宝之于泥沙呢 是以能成物体贵贱相对 就是说能构成这个世界的东西呢 它们也是贵贱相对的 能成就说婆世界的东西是什么 能成就极乐世界的东西是什么 它们贵贱相对 他说笔存七真列元金宝 此多众会列与泥沙 那么极乐世界是七真就是七宝 金银、琉璃、玻璃、测趣、赤珠、玛瑙 那么这样的七宝 列元金宝 简略就讲这个金宝就好了 金这种宝 此多众会列与泥沙 这个世界有很多污秽 简单就说泥沙 瓦利土石等等 这是第二句 四句呢 以出生寿子构敬相对 那么第三句 这个就是我们第十页 刚才的这个书序说 福乐邦至于苦欲 金宝至于女莎 胎欲之望华尺 这是第三句 那么这句呢 是以出生寿子 就是我们出投胎瘦身的时候 瘦子就是瘦这个子体不一样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它所受的子体 跟我们在这个人间所受的子体 那么它构境是相对 使徒六道具有四身 我们这个世间六道有胎卵施化四身 今救人中多重胎障 那么今天一救人来说 我们如果要做人的话 都是胎生的 多的大部分都是胎生 母时冷热及鸡饱时 而在胎中 如处寒热倒悬山压地狱之苦 故云胎欲 就是说在母胎里面怎么痛苦呢 怎么像牢狱呢 怎么像地狱呢 就是母亲吃冷热 就是我们在母胎里面 母亲吃冷的东西 吃热的东西 以及饥饿的时候 以及吃饱的时候 而在胎中 这个儿子在母胎里面都有感觉 不是没感觉 什么感觉呢 吃热的呢 就像处寒热 寒就是很冷 吃冰 比如说妈妈吃冰的时候 儿子就很冷 就像在寒冰地狱 那么妈妈吃热的时候 吃火锅 吃热汤的时候 这个儿子在里面 就像炎热的地狱 吃火锅 没大气 她要吃辣椒 也是很热啊 对不对 那么 倒旋 山压地狱 倒旋就是饥饿的时候 妈妈的肚子里面空空的 那么在胎儿里面就好像倒旋 你没有东西 倒旋就是下面没有底可以靠 就吊在半空中一样 那么山压就是吃得很饱 那么那些都压上来 那么 知苦 所以冷热饥饱的时候 如处寒热 倒旋山压地狱之苦 顾云胎育 所以也有人说 在那边受苦都不能叫 所以一生出来赶快哭 在里面哭了 痛苦的钥匙终于出来 里面又不能哭了 听不到 那么所以 顾云胎育 就是在母胎里面 母胎里面 笔土九品八重连生 那么极乐世界九品 八个都是重连花生 就是上上品是做这个金刚台 它不用重连花生 那么有八品都是重连花生 下品之人虽经多结 极乐世界它瘦身的 有八品是重连花生 第一,上上品就是金刚台 不用做莲花 直接做金刚台 那么有八个是重连花生 下品之人虽经多结 下品的人虽然要经有 十二结、六结、或是一结 那么久 大本中说 大本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说 宜心修善 《生比胎宫乐同道立》 第十二页 就是说 以疑心 以怀疑极乐世界 然后他修善法 要念佛去极乐世界 但是他起这个疑心 生比胎宫比胎宫 就是《无量寿经》说 即略世界没有胎宫 只有那个疑心的人 才会好像胎宫一样 不是真的胎宫 而是在这个宫殿里面 好像被包住一样 叫做胎宫 但是呢 乐同道立 但是虽然在 这个莲花包里面 或是在宜城里面 边地当中 他还是很快乐 如同道立 好 况八九品不生疑惑 岂有苦耶 好 何况呢 这个 八九品就是说 我们下品终生 下品下生 他们 虽然是造业 地狱现前 但是他 相信极乐世界 念佛求往生 那么 他呢 不产生疑惑 所以岂有苦耶 所以极乐世界都没有苦 都没有苦 是故花齿受生极乐 所以呢 在极乐世界 莲花齿受生极乐 这是第三句 说他们脱子不同 出生的时候呢 脱子不同 人呢 是在母胎里面 如同胎育之苦 那么极乐世界呢 都是在花齿受生 都是乐 再来 次句 次句 以身后游处出好相对 这是第四句啦 第四句 就是说 吉林之比穷术 第四句 吉林之比穷术 是以身后游处出好相对 就是往生之后 他所到游行之处 他们呢 有粗跟好的相对 那么 此则荆棘丛林 彼则荆取一束 那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呢 所到之处都是荆棘啊 丛林啊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活的世界 当然我们现在活在都市 没有什么荆棘丛林 但是呢 也有这个都市的丛林啊 对不对 有车子啊 对不对 有这个意外啊 走在路上会被车撞啊 有时候被天上的硬架掉下来 也会砸到啊 也是很危险 好 此则荆棘丛林 彼则荆棘坠玉树 好 金棘就是黄金的水渠 啊 那么 保育所成的树 啊 然此四脚 虽依依依依依依苦乐相对 亦则对 会显比镜像 好 那么 这四脚虽然都是苦乐相对 但最重要是要告诉我们 啊 显示耶 相对我们这个世界这么误会 极乐世界那么好 显比镜像 所以就是要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殊胜 就用试句来说 诱父因之试句之文 试为显示同居耳土 居下名宗 俱论试图敬畏之相 以后厌此不专同居 当知试句一通与四种敬畏 诱父因之就说我们也要知道 这试句之文 视为显示同居耳土 这试句好像在显示这个同居土 凡胜同居土 耳土就是敬土跟畏土 凡胜同居土有敬土 凡胜同居土也有畏土 依照这个解释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凡胜同居土 但是它是属于会土 会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 有这个胎育 那么有这个荆棘 泥沙 众苦充满 那么这个叫做会土 凡胜同居的会土 那么极乐世界是凡胜同居的净土 所以说试句之文 视为显示同居耳土 就是凡胜同居土的净土 跟会土 让我们去取舍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极乐世界 它讲的就是凡胜同居土 什么叫凡胜同居土 就是我们一个凡夫 没有断烦恼的人 他一样可以去那个极乐世界 不像有的人说 我们是一个凡夫 你没有开悟 怎么去极乐世界 不明心性 怎么去极乐世界 或者是说 你心里面还有烦恼 都污秽 怎么去极乐世界 也有人说 你业没有消 怎么去极乐世界 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 完全是讲一个凡夫 所住的世界 就是什么叫做凡夫 就是他烦恼还没有断 业还没有消 智慧还没有开悟 那么他照样可以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要知道它 是属于凡胜同居的净土 所以这个也是牵涉到我们的信心 有的人说 我们还有业障怎么去得了 离命中而冤亲在主 会找你有业障你怎么去得了 就好像有的人 钱没有还还完 不能让你出国 那你业也没有消 怎么能够去 这有人这样说 有人说 你烦恼那么重 人家极乐世界是清净的 都是没有烦恼 有烦恼怎么可能去那里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烦恼 所以不可能去那里 第三个有人说 你不明心地 人家那都是菩萨的世界 你也没开悟 你不明心地 往生没机会 那么这是第三个说法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 它是凡胜同居土的话 就是完全一个没开悟 具足业障 具足烦恼的一个凡夫 只要他念佛 就能够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射受 阿弥陀佛与大悲愿力 接引他往生机的世界 就像下贫下身的人 他这种人业障很重 地狱要现前 对不对 他烦恼很重 造很多的事 造很多的业 那既然你烦恼很重 造业很多 更不可能 雾明心性啊 对不对 所以但是呢 因为他念佛就能够去集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相信 那个是凡胜同居的净土 所谓凡胜同居就是指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只要不管是六道众生 地狱恶鬼畜生 乃至于我们人 每一个人 只要肯念佛 发愿都可以去集的世界 那么那个叫做凡胜同居土 那么因为有人呢 就会有这种疑问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极乐世界讲的那么好 那么好 那不是讲圣人的世界 那是讲凡胜同居的净土 那我们这里是凡胜同居的惠土 那么为什么会净土呢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 无量节以来修行 他发四十八愿 他所成就的 那么用他的名号 去度众生 用他的愿力 去接应往生 那么那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愿力所成 所以我们要相信说 人人都可以往生 每一个人都可以往生 所以业障再重的 也可以往生 所以往生与否 不在于业障有没有 不在于烦恼有没有消 不在于你有没有一心不乱 不打妄想 不在于你有没有雾明心地 而是你有没有信愿 有信愿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呢 他就是信愿行 你只要信愿行 去主三之两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叫做凡胜同居土 凡胜同居的净土 简单说 以我们现在的条件 我们是一个凡夫 既然是一个凡夫 你可以选择凡胜同居的慧土 你也可以选择凡胜同居的净土 那么到底我们要选哪个 大家也知道要净土比较好 对不对 净土里面殊胜 所以说一个凡夫 他可以住在凡胜同居的慧土 也可以住在凡胜同居的净土 我们当然要有智慧 我们要去凡胜同居的净土 那么我们也要相信说 我可以往生这个净土 所以这个叫做凡胜同居的净土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极乐世界 相信我们人人都可以往生 我们自己相信 然后又叫众生相信 帮助人家往生极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道理 也应该有的这个任务吧 也是任务啊 你应该相信 然后让众生也相信 念佛去极乐世界 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 而不是受人家的影响 我们应该去矫正人家的政见 而不是受人家的影响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